这就是有着空中军火库之称的第一枪骑兵轰炸机 60吨的载弹量冠绝全球轰炸机之手 光是一台发动机就能换一辆布加迪威龙 谁能想到在1974年那个连灯炮都还没普及的年代 就诞生了这样的大杀起 这里是位于美国内华达州的内里斯空军基地 通过射击式的进口 我们将武马高清看到 美国第一枪骑兵轰炸机 从启动到极速升空的完整过程 只见树架第一轰炸机在基地待命 一名飞行史长两年半的小哥 带着耳机静止来到机身下放 招呼都不打一个 另起装备就通过轰炸机自带的伸缩登机梯 进入到驾驶舱 它是本架轰炸机的防御系统官 接着一名忘记刮胡子的机组成员 也拎着装备开始登机 它是本架轰炸机的攻击系统官 他们要率先登机 查看轰炸机的各种参数和状态 接着出厂的则是本架轰炸机的飞行员 只见它拎着装备来到机身腹部 对其烙架和发动机进气口进行检查 这里默默地看看 排查可能出现的隐患 检查完毕后 飞行员和副驾驶也依次开始登机 登机完成后 他们就要启动飞机的发动机 准备起飞升空了 通过内部视角可以看到 四名机组成员两两并列坐在驾驶舱 全都配备了弹射座里 在地勤人员的配合下 飞机的发动机成功启动并开始预热 该说不说 B1轰炸机的驾驶舱 全都让人看了得干净 就不怕被人仿造吗 美国人也太足心大意了 看着发动机热车的功夫 飞行员操作着轰炸机开始自检 只见轰炸机的尾翼 金翼 尾舵和锤尾等 都开始摇摆起来 B1枪起飞诞生于1974年 由北美航空公司研制 总共生产的100多架 单机造价接近3亿美金 相当于20多亿人民币 其机身长度为44米一站41米 高度为10米 足足有三层楼那么高 随着机检完毕 这架轰炸机就要进入到起飞程序了 只见一名顶着太阳晒的躯黑的地勤人员 来到飞机的起落架位置 先是对着队友比划了一个手势 接着拽着地上防止溜机的轮挡 就往旁边跑过去 动作熟练的让人心疼 随着飞行员轻推油门推杆松开手刹 轰炸机开始缓缓滑向起飞点 其正面和侧面全貌 也一览无余地展现在镜头中 第一枪骑兵轰炸机的最大起飞重量 超过216吨 位居美国三大轰炸机之首 最大载弹量超过60吨 相当于两架F15战机满载的重量 其最大飞行速度为1.25马赫 相当于1530公里的小时 也就是说 从北京飞到福州 仅需一个小时就能到达 整体有7个独立的油箱 还能另外挂在3个统型辅油箱 最多可加注接近90吨的燃油 最大航程接近12000公里 相当于每百公里 就需要烧掉0.75吨燃油 随着镜头拉近 其整体细节也展现在了镜头中 为了达到超音速突防的目的 第一轰炸机不仅采用的修长的设计 最大程度的降低飞行中的阻力 而且还使用了 四台来自通用电器公司生产的 F101G-102加里 波闪发动机 每台发动机的尺寸 都和一辆小汽车相当 长度超过4.6米 直径1.4米 采用可挑进气口设计 单台发动机出厂价600万美元 和一辆布加低飞龙相当 其单台推力为7.7吨 开启加力后的推力为13.9吨 四台就能爆发出55.6吨的推力 随着塔台发来起飞直立 飞行员打开加力燃烧时 开始蓄力 逼轰炸机瞬间嗡嗡坐下 尾喷口向后喷出大量黑烟 几秒钟之后 飞行员全力推动油门推杆 并松开手杀 驾驶着这架巨无霸 开始在跑道上急速滑行 四台发动机 原文不断输出动力 可以看到 发动机尾喷口 持续喷出红蓝色高温火焰 犹如超大号的防风打火机 此处无话声无话 让我们好好感受下 这震撼的时刻吧 滑行了约2000里后 这架200多吨的轰炸机 离开地面开始爬升 该说不说 第一枪骑兵的动力是真的强 很难想象 这是一架诞生于50年前的产物 从其正面起飞视角可以看到 它的外形设计 和图160白天鹅十分相似 同样是超音速低空突放 同样是四具发动机 同样是可变后略异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 也许他们俩是失散多年的双胞胎